原标题 在最后的橱窗上写着大幅标语增一份力量,买一份公债。那么,因为什么号召大家买一份公债?发行的公债又是什么?用途是做什么呢?相信对于现在的年轻人来说,很多人并不了解,新中国成立之初,为了稳定经济,解决国家的财政困难,筹集军费,尽快解放全中国,保证革命的最后胜利。 1949年12月30日,总理签发了关于发行第一期公债的批示,发行了第一期为了弥补1950年才正赤字的公债,因为发行这次公债的主要目的,就是为了继续解放全中国,这对于人民来说是一种胜利的负担,因此这次发行的公债,被称为人民胜利这时公债,这次发行的公债是折石公债, 在募集及环本复兮,以当时的人民币进行缴纳和支付,但又以食物为计算标准,根据当时公债发行时的规定,一份所谈的食物为,大米天津为小米六式金,面粉一式金半,白细布四式尺,煤炭十六式金, 上项食物之价格已上海,天津,汉口,西安,广州,重庆六大城市之批发奖,用加全平均法计算之,其权重定为,上海45%,天津20%,汉口10%,广州10%,西安5%, 重庆百分之十,第一期胜利折石公债共发行了一万万分,面额有一分,十分,一百分,以及五百分四种。 为了宣传和推销公债,各级政府和组织极为重视,组织了各种座谈会,利用一切工具对公债进行宣传。 当人民群众在了解到公债的使用目的后,大家都踊跃购买,为解放全国出一把力,帮助新中国克服暂时的经济困难。 从1951年开始,通过抽签还本付息的方式对公债进行了收队,在1955年最后一次还本付息收队后,第一期胜利折石公债收队结束,新中国政府在此过程中,对购买公债的人民联手信誉,确保了人民利益不受损失。 人民群众也通过购买公债,支持了解放战争,缓解了国家的财政困难,也为将来新中国发行公债,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,积累了经验和信誉,返回搜狐,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